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传输模式开关闭电路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GMC、雪佛兰、福特、别克、道奇等的车辆。 尽管通用,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变速箱控制模块TCM监视变速箱操作中涉及的所有传感器和开关。 如今,自动变速箱又名AT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生物舒适感。 例如,有时巡航控制由TCM可能的其他模块进行监视和控制。 我将在本文中使用的示例为牵引、牵引模式。 操作员可以通过该模式修改传动笔和换挡模式,以适应变化的负载盒或牵引需求。 在其他可能包含的系统中,此开关的操作对于牵引、牵引功能的功能至关重要。 这在制造商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请确保知道Witch模式开关适用于您当前的故障以及特定的品牌和型号。 无论如何,在此代码中的字母B可能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区别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请确保在执行任何侵入性故障排除步骤之前获取适当的服务信息。 这不仅很重要,而且对于准确地解决模糊的或非常见的故障也很重要。 鉴于本文的一般性,请将其用作学习工具。 当ECM在模式开关中检测到故障时,便用P071D核或相关代码P071E、P071F点亮Mail故障指示灯。 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牵引、牵引开关时,它们位于变速感上或变速感附近。 在精感式变速感上,它可能是操纵感末端的按钮。 在控制台式移位器上,它可能是破折号。 车辆之间的另一个因素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请参阅服务手册以了解位置。 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和或TCM在B传输模式开关或电路中检测到一般故障时,将激活P071D传输模式开关B电路代码。 装油柄的传输牵引、牵引模式开关的势力,此DTC的严重性如何? 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车辆故障所指的是哪种模式切换。 在牵引、牵引开关的情况下,我会说这被设置为低严重性。 也就是说,您可能要避免重物核或重物拖液。 这可能会导致您在变速箱及其部件上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因此在这里常有道理。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P071D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模式开关不起作用,例如,牵引、牵引模式开关、运动模式开关等,不稳定和,或异常的开关操作无效的变速模式重在。 牵引下的低功率当需要扭矩时不降荡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此P071D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模式开关损坏或损坏,导致高电阻腐蚀,例如,连接器、引脚、接地等。 接线问题,例如,磨损、断开、电源短路、接地短路等。 变速感不良。TCM变速箱控制模块、问题保险丝,和问题P071D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基本步骤一根据您可以使用的工具。 参考,您的起点可能会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扫描仪具有任何监视功能、数据流,则可以监视特定模式开关的直核,或操作。 如果是这样,请打开和关闭开关,以查看扫描仪是否能识别您的输入。 此处可能会有延迟,因此在监视开关时,延迟几秒钟始终是个好主意。 不仅如此,而且如果您发现扫描仪认为模式开关不起作用,则可以跳过模式开关连接器上的某些银角以排除电路。 如果以这种方式排除电路,并且开关仍然不起作用,那么我将继续测试开关本身。 显然,这些是一般准则,但具有中等能力的扫描工具,如果您知道要查找的内容,则可以轻松进行故障排除。 有关规格、步骤,请参阅服务手册。 基本步骤二如果可能,请测试交换基本身。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开关只是向您的牵引,装载需求发送信号至适当的模块,例如TCM、BCM、车身控制模块、ECM等,以便可以实施修改后的变速模式。 也就是说,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开关风格。 这意味着,使用欧母表进行的简单连续性测试可以确定传感器的功能。 现在,这些传感器有时已集成到变速感中,因此请确保研究需要用万用表监测的连接器、引脚。 注意,与任何传动故障一样,请始终确保适当的业位和质量并保持良好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